做適當的處理 那鼻子的形狀 可以維持在原本的形狀 也就是不會變寬 但是呢 目前確實有一種情況是比較難處理的 比如說 在上二的要往上升 有些人的笑影笑得很厲害 笑起來露出很多的牙齦 如果上升超過五毫米的 確實在怎麼樣的控制 除了真的要從外面切鼻翼之外 那麼很大量的上升 確實無可避免 會讓鼻翼變寬 確實 大概唯一是一個這樣的狀況 就是上二大範圍的上升 是比較難控制鼻翼 在我的症候手術的患者 一開始 他們會抱怨 就是鼻子很緊 然後會覺得笑開的時候被拉住 那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在做鼻翼的控制的處理 那所以他們笑起來的時候會不會拉住 他會覺得緊緊的 那這種感覺呢 大約在一兩個月就會消失了 所以我可以請患者放心 不建議用力的醒鼻涕 那這個醒鼻涕跟鼻翼是無關的 醒鼻涕是因為你的肌肉分離的 那你裡面的空腔會相通 所以你的那個氣流會跑到你的臉部這個地方來 所以我們都建議病人如果說有一些 而鼻子的非密物的話就是擦拭就好 不要去醒醒的話會造成空氣在 所以現在間隔在骨骼跟肌肉之間 我們稱為emphasy嘛 叫氣中 對 線是不需要去拆掉的喔 那等到你的肌肉已經回復在原本的位置上之後呢 你就不會有緊緊的感覺了 所以線不用擦掉 你的肌肉會黏貼在原本的位置上之後 你就不會有義務感了 但是在那個之前你會有一點點義務感 你的肌肉會黏貼在原本的不一樣 是對 就是說 當然 如果你妳會不會有任何零爭的 有 就是